在台灣呢 除了保時捷BMW 有許多人收藏之外 其實也有不少人 非常喜歡收藏 賓士的老車 就有一位車主 他竟然在台灣的街頭 邊開邊賣 這台車是W115世代的老賓士 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起來看看 骨頭房車街上穿梭 他的外型與一旁的車輛 形成復古與現代間的強烈對比 車主還在後擋風玻璃 貼上求售的公告 邊開車邊兜售 而這台車其實大有來頭 實際早上車主秀出行照 所言不假 這款賓士W115 一九七零年出場 汽油引擎排氣量兩千 外型採直立式水槍護照 長方形頭燈大保桿車體方正 俐落簡潔的車尾 內裝以大量皮革包覆 在八十五歲的車主 細心保養之下 很難看出這台車 已經超過了五十年 張新老翁說 年輕時從事醫療儀器行業 偶然看見雲林開業的醫師 開了這台車相當拉風 也趁著醫師要換車 將它買下 遠了夢想 而當時賓士車廠也剛好在台中開業 至今都在原廠保養 現在因為年紀大了 擔心開車有危險 打算把車賣了 至今大約四十人打電話來詢問 卻始終無人願意接手 開價三百萬 想找一個善待自己 照顧大半輩子愛車的人 不過至今還找不到有緣人 除了價錢問題 可能車子的舒適度 維修保養的難易程度 都讓不少人打退堂股 這台將近一家子的車 開在路上絕對是注目焦點 採起油門也是滿滿的情懷 當然也得充滿愛 才可能掏出一筆不小的樹木 才能將它開回家 這台將近一家子的老兵是 開價要三百萬 到底是老先生在賣一個夢呢 還是說想買的人不懂行情 坤仁哥 我首先來先講一下 這部車大概對觀眾來講 可能會很陌生 因為這個是它誕生在 大概一九六八年 然後其實是早期 這個部車的定位是 賓士推出了S-Class之後 他希望有一部比較中型的 一個房車的定位 然後講究的是舒適跟豪華 所以他就推出了這個 W114 E15 那其實它的前身你看 還有你看之後有W 我覺得我們國內的觀眾 比較熟悉應該是W124 W124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那也就是E-Class的前身 那這個W124也就是W114 E15 一直演化下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W114 E15系列 可以說是整個賓士中型 中大型房車的一個始祖 E-Class的始祖 對的E-Class的始祖 沒錯 那這個也是應該也是說 台灣賓士最早開始販賣的第一部車 所以它其實年之歷 大概有四五十年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既然它是一部中型的一個 中型中大型的一個豪華房車 當然我們從影片看來 這位老先生 第一個他照顧得很好 對 不管從外面的烤漆 到內裝的一個保養 他都保養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里程數很低 對 里程數很低 那也可以看到 這老先生對他也非常有愛 只是你說三百萬 我覺得三百萬真的是 有點過高 對 因為我們看目前 現在行情大概七八十萬 到一百六十萬之間 我大概就覺得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 所以我覺得相對 真的要非常非常有愛 才會去這樣 而且要對他這樣的一個造型 其實我們剛才講 從今天開始講 從復古 其實現在復古 是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一個生意 因為對比現在未來的電動車 其實復古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生意 只是我想這位老先生 可以看準這個時機吧 所以他就我開車上去都賣 看遇到有緣人 遇到有緣人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以如果三百萬來講 他確實是比較難賣掉 那你看 當然我覺得這個造型 是真的很經典 你看我覺得 尤其像那種直立式的一個頭燈 但直立式的這種水箱護照 是冰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非常招牌 他的招牌 那整個開起來 我看他開起來 把內容保養也非常好 那我是覺得 等他這樣在車上多開幾次 他應該會自動 自動就慢慢降價了吧 因為賣不出去 要不然突然說好 那我就不賣了 因為如果第三百萬 我不賣就自己收藏 這也是 那當然如果想要買 這類型的一個 這種古董車的時候 當然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注意的是 他有沒有完整的原廠保養維修技術 那很重要 那很重要 那你說自己保養維修的成本 跟養護成本 我覺得應該是 會買這一級的人 應該 他應該都會考慮在內 因為你知道這個 W11是全球賣出了 大概兩百萬輛的車 所以我覺得在 後續的這種保養 它零件上 我覺得要找也不會說很難 只是真的要 要非常有愛 非常有愛 然後也很欣賞它 我覺得才有這樣 兩方面才有可能達成教育 是 沒錯 因為空污法 所以扼殺了許多的老車 再加上全球日益嚴苛的環保法規 所以電動車變成了 勢在必行的趨勢 但是卻在國外 有一個特別的研究 竟然說 其實開老車還更環保 艾達 這真的假的 有 這個研究還是 英國的一個經典老爺車 保險公司提出來 在二零二二年所提出來的 他說這個英國這些老車 平均一年一台車 排放只有563公斤的二氧化碳 比起現代路上行駛的車子 排放二氧化碳 要少得非常多 非常非常的多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說 主要是現在新世代的電動車 在製造的時候 也會生產非常多的一個碳排放 他說如果以Volkswagen的Golf來說 生產一輛這樣熱門的乘用車 排放量是6.8公噸的二氧化碳 可是如果像這種 北歐的一些什麼電動車 生產一輛出廠的時候 竟然還沒有交到客戶手上 他的排碳量就已經是26公噸 大概是Golf的四倍左右 這麼多 所以在出廠之前 就已經先造成了 碳排放的不環保了 那你不要說中間開的時候 會怎樣 會沒有排碳比較環保 其實你知道我們現在面臨到 電價大幅調漲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 是啊 這其實真的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還是要仔細來看一下 你不要說聽了這個報告說 怎麼會老車比現在的車要環保 因為提出這個報告是 英國經典老爺車保險公司 是 老爺車保險公司 他有投保的這些車輛來看 他說我們英國這些 有投保的這些老古董車 一年平均的行駛里程 只有1931公里 那他的碳排放量當然低 是啊 是不是 這個不在同一個基礎上 對 我們平常車子在開的時候 一年都要開個一萬五到兩萬公里了 所以你說 你說我用我一年只開 1900公里的碳排放量 來跟其他新世代車 行駛一萬五千公里的碳排放量來說 當然是低的非常的多 沒錯 不過我們再來看報告 日本的九州大學其實也說 如果老車多開幾年更環保 這個我就認同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老車不是因為老而不環保 而是因為你沒有好好的保養照顧 好 那剛才提的 生產一輛車 就像以Google這種熱門車來講 都要六萬八千公 6.8公噸的這個碳排放 如果電動車要二十幾萬公噸的 這個碳排放 所以如果你少生產一台車 這台車多開一年 你就可以省掉多少碳排放量 對 這個邏輯是對的 如果你的車子又好好保養的狀況之下 如果用日本市場來看 這是日本的九州大學的研究 關於我們印象中都覺得 日本的車子 大概三五年就報廢淘汰 因為他們要能夠加速的 這個工業的生產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日本的外匯車在外面跑 有沒有 對 說三五年就要淘汰 驗車制度又非常翔哥 來 我告訴你 以日本市場來說 平均一輛車的壽命是 十三年 關於台灣 平均壽命十三年 台灣比較短 台灣是十點八年 一台車就報費了 美國都還要到十二點一年 一台車才要報廢 所以你要看到 其實我們台灣 以用車的環境來看 以用車的條件來看 其實我們的車輛 第一個 製造的時候要排炭 第二個 用車時間又比人家短 你如果攤下去 十年跟十三年去分攤 造出一台車所的碳排放 你就會發覺不管你開不開 你每年的碳排放成本 都是這麼的高 所以相對於台灣 其實是比較不環保的 那如果台灣用車時間又這麼短 然後我們又選擇 這個電費漲價的電動車 因為在製造的時候 就必須生產這麼多的碳排放 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電動車 確實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但是還是要因地質疑 因用車的環境 以電力的來源 來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 對地球有幫助的事情